你这孩子 你说你爸 你妈怎么不管管你 把你养得这么大了 你这孩子 刚开始管 但是他们根本 不明白我的世界 后来就放弃了 然后我也放弃他们了 就 就拜拜了 这样行吗 我替你 把这几万块钱 给他垫上 你让他把手铐打开 你赶紧回家 跟你爸你妈陪李道个歉 你好好学着干点别的 行不行 父母养大一孩子不容易 行行行行 你不能这样 就把你的一辈子给放弃了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之心 我在网络上 还是小有名气的 我随便卖一两套装备 就可以还那么钱 三分钟 明白吗大姐 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 因为这儿太损耗我的功力 我这 我这好心好意帮你 你还不接受 你哪儿惹我这么好的人家 我只接受公平的勉为 对 二姐 腿怎么了 崴了 怎么崴的 老胳膊老腿了 就过一个马路牙子 一下就崴那了 那你赶紧去医院呗 去医院干吗 他们又不熟悉我的伤 就是上次我摆那个 你给我治好这点 还能治好 对 属于习惯性 来来来 问您的呢 来 慢点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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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 来呀 坐坐 别动别动啊 这这有啊 这有啊 慢慢慢慢 这 是这样吧 对 这吧 就这 对对 好 没事 没准没准 那我简单给你按 然后呢 你晚上回家就热毛巾热服一下 好 这两天少到剧热活动 一块就好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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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不答案 您那 三十几条静米线路 你走了几条了 找不着人 你就纳了闷了 你说我认识的人 可以不算少了 怎么到应用的时候 就都找不着 我 不过 有一个人 我要是跟他说 他肯定跟我去 而且我们俩脸谈得来 那我不好意思 人家有老婆有孩子 我让他跟我去旅行去 我怕影响人家家庭 对对对 不合适 是是 你有道理 我跟你讲 怎样会引起绯闻呢 我给你个建议啊 你干脆啊 跟同姓去吧 找个闺蜜 我闺蜜有什么好孩的呀 一块书籍 我跟你说 有一个外国的著名作家 他说了句话 他说呀 你要是想知道 两个异性之间合不合适 你就安排一次长途旅行 在这个旅行当中 你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 你的习惯 还有怪品 全都暴露无敌 等你们回来的时候 就知道两人合适不合适了 别说了 这真有道理 我和我老婆吧 当了结婚之间 就没出去旅行 当那时候也没这个条件 怎么 你跟你老婆现在觉得 不合适了 那倒不是 我就说呀 我们当时还是混前缺乏了解 我们都干运动员出生嘛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 反正人倒挺好 我们这过了也不错 他就这脾气稍微急着 不太理解我 我们今天晚上属于那个三男一小吵 十天一大吵的 那看来矛盾还挺深的嘛 没有 没有 没有多深 他大包吵极了 一拍桌子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别拍我呀 没 没 没 不好意思 我一拍桌子他也老实了 他也没脾气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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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二哥 嗯 我觉得你这个岁数啊 你该疯狂一下 疯 疯狂 什么意思 再不疯狂你就老了 好好想想 对对 等等行 我 我疯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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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个工作 往事业上疯狂 对 好好疯狂地干事业 怎么又不行啊 你是没见着这人 不到三十 顶多二十八九 哎 就这么个小伙子 我跟他上民政局 登记结婚去 人家 人家不得怀疑呀 你就是做贼心虚 你 你就算六十他二十 你们俩结婚怎么了 他们管着吗 他是管不着 但我过不去 你想想 人家二十八九一小伙子 跟我一老太太去结婚去 虽然是假的啊 但是你毕竟扣人家三年 在这三年里头 人家万一要喜欢上哪个女孩子了呢 人家想结婚 嘿 我在这儿横着一杠子 那叫什么事 多不好啊 我跟那小伙子说 我说干脆我把这几万块钱 我帮你还了得了 那孩子还不干 人还挺好 反正人哪 我觉得不能因为 要达到一个目的就不择手段 人做事总归得有底线的 你说是不是 我真帮不上你了 没你这么干的了 还道德底线呢 我看你一下到底了 你甭管了 我也用不着你管了 我心里头反正已经有了人选了 谁啊 猜猜猜 谁啊 你哥 莫哥 干吗呀 干吗呀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那天可是她把我拦的路边 非要跟我干这事的 就是不可能 你看 首先她跟我嫂子不可能离婚 他们离了多少次了 没一次成的 即便他们离了婚 她也不可能真跟你干这事 你不了解我哥 她特别善变 你忘了她在我们家 已经反悔过了 我告诉你 她再拒绝也没用 知道为什么吗 我有需求她有困难 我们属于办这事是良好合一好 她抵不住这个诱惑 你就放心 我发现我跟你哥干这事太合适了 真的 首先 我们俩年龄相望 我们俩到民政局办这事 不会有任何人产生怀疑 第二 你哥长得那么难看 是不是 跟你长得那么像 我绝对不会爱上他 这事就很安全 第三 有你家在中间 我觉得很保险 别把我掺和进来啊 对了 今天我在公司 来了一客户 专门调你的资料来着 什么人啊 忘问了 但条件挺凑合的 还凑合 什么叫还凑合 你给打个分 几分 这五分还是一百分啊 五分 二点五分 二点五分 二点六 讨厌你绝对不到二点五 真的 谁都不见了 就你哥了 你呢也甭管别的 你就负责把他 给我叫到店里来 听见没有 我跟他聊聊 行 你要非要见 我就帮你约 但我警告你啊 我这哥可肘可肘了 我专会对付这种轴的人 真的 只要他敢来 他往我对面一坐 我咔咔咔 几下给他造梦 谁把谁造梦来 不一定的 这会影响啊 没事他们看不懂这个的 但是这会儿没什么人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我刚才这个你 是叫什么吗 这是我国 古代著名的大医学家 华佗的武琴系 我认识他 你认识华佗 我 我知道 我知道他 对对对 你还要说准确了 所谓武琴系就是 动物 动物的形态 你为什么做出动物呢 我一帮粉丝 在数码大厦 去长期做办公室的 一身的毛病 腰间盘突出 颈椎哪儿都不好 因为他长期坐那儿吧 不活动啊 所以他们每个里边 邀请我一次 好 然后呢我给他们到了 就看 爬 学爬 就爬来爬去爬来 现在几乎都好了 起码都缓解了 比那个推篮按摩 效果还好 那你今天借我这个吧 所以把我约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是公园 公园怎么啦 多好好环境 公园在中国人眼里 要我们这种年龄相当的 孤男寡女走到一块 你看都是这样 一对一对的 那只在谈恋爱 那不正好吗 本来我就想跟你谈恋爱 这事不是你说怎么样 就怎么样的啊 你要这么说 我走了 熊四 我今天还有话跟你说呢 说吧 你还记得你那次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你家吗 然后你哥还在 你那天 是不是把我当枪使了 什么 什么 你听不懂啊 我我我说错了 屁股 啊 还有种说法叫什么 卸磨杀驴 麦可 你有时候真挺幽默的 你不是驴 你最多也就是骡子 你能不能正面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说是呢 那我太开心了 你说为什么吗 因为这代表你需要我 你以后啊 你需要我 你就找我 你就让我在你身边好不好 哎 你知不知道我们都不喜欢别人拿自己当枪纸的 我 我们是谁啊 就是 中国人 那 这 我 我不是那个我们 我是烈士顿士登人 我们那边啊 就喜欢帮助有需要的人 好吧 麦可 好 你太单纯了 主要因为你那段时间吧 老在我眼前 过来过去的 那一瞬间 就想不起别人 所以我承认 我在那一瞬间 顺手拿你 当老把枪 试了一下 好吧 我今天跟你道歉 我没让你道歉 我只是需要你 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以后啊 你需要枪 都找我 我来帮你 好不好 我的麦可 你的麦可 太喜欢听了 你说你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咱们年龄也差不多 然后你也有一份固定收入 稳定工作 但我还真没准一咬牙一跺脚 跟你谈一场恋爱呢 那现在现实和你说的差距有点远 怎么办 所以啊 咱们在这浪费什么时间呀 走吧 琼斯 你别这么不浪漫 干什么你 还跟人掉脸子 你可真行 你胆够大的你 我都不敢跟客人掉脸子 客人就是各种各样的 有的人就是矫情 事多 怎么办呢 还挺横你 这人来过多少回了 四回 四回了 四回了 四回就是老客人了 说明他耗咱这口 原本人想一礼拜来三回 就让你这一掉脸的人 不来了以后 我告诉你再有人投诉你 我真透历奖精 花姐下我为先生找你 和我认了你 和娟姐 花姐姐 找我什么事 还是想那一些事啊 那件事情我明确地表态了嘛 让你们悬崖勒马 不是 这不是没勒住吗 后来我一想 勒不住咱不勒了 不勒也是一个办法 我再重视一遍了 不是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你等会儿啊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是不是确定 肯定跟你媳妇离婚了 不可挽回 我跟你说 要是你跟你媳妇 还有点黏黏乎乎 犹犹豫豫 那我要跟你做下来谈这事 算我这人不讲究 不仗 不够哥们意思 既然你已经说了无可挽回 那咱就可以谈谈了 你听我说啊 我就 你听我说完 我这还没说完呢 我呢 从几个方面 对咱俩进行了 研究和考证 我得出的结论是 咱俩太和了 天作之和 花女士 花女士 你太夸张了 怎么 一点不幽默 我们俩怎么可能天作之和呢 怎么不能呢 怎么就 我问你 你数什么 鸡 我数狗 天作之和吧 鸡和狗 它怎么能和 怎么不能和呀 天 鸡狗同龙啊 是不是天作之和 花女士 我冒昧地说一句 你有点无知了 关于鸡和狗 我可说几个成语就明白了 好吗 你听了好不好 你说 你说 鸡犬不宁 鸡犬狗盗 偷鸡摸狗 鸡飞蛋打 鸡飞蛋打没狗啊 狗鸡跳墙 狗鸡跳墙有鸡什么事 鸡飞蛋打狗鸡跳墙 简称鸡飞狗跳 对不对 有一句好词吗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啊 咱俩是不合 咱俩不合就对了嘛 你这人又发现你太逗了 这怎么能对 你太逗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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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是真的想结婚吗 不是啊 是打算真的像两口子似 那么生活吗 也不是 那咱俩干嘛要合呀 咱俩必须得不合呀 对不对 必须得鸡飞狗跳啊 你明白没有 不 你想想 是不是这道理 你说 你明白没有 你琢磨琢磨 你想想 你别说 你脑筋转得很快很快快 看来我小看去了 不是 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行 我接受 算你说服我了 说服你了 说服我说服我了 咱俩办手续 我答应给你办手续了吗 你不是说我说服你了吗 你刚才说的啊 不是 我是说 那个 什么 什么呀 动物 说服动物了 就是属相 属相 属相你说服我了 但那是风险迷信嘛 他够不成理由 你必须拿出更充分更多的理由说服我 你明白了吧 你需要更多的理由说服 对 你今天有事吗 我确实挺忙的 我委屈一下 我奉陪今天 有时间听 有有有 我起码能给你捐出 十个以上的理由来说服你 你用不了那么多 你有三个理由就够了 只要充分 三个就够了 对 成的我挑一点重点啊 我我我我捋一捋啊 行 我就从跟你最近的人开始说 你妹妹 三年前 我记得当时是 十一月末了 北京当时那天 刮着黄毛疯啊 哎 黄沙啊 是 进来了 要了一火锅 然后就冲我说 大姐 您能过来一趟吗 我就过去 我说什么事啊妹妹 您是这儿老板吧 我说对啊 那我想 跟您说个事 巴拉巴拉巴拉 讲他的工作 总而言之让我入会 一年五万块钱 给我介绍对象 我说那妹妹 万一你这一年 给我介绍的对象 我都没成怎么办呢 那你退我钱吗 不能退 我说能退一部分吗 一分都退不了 我说妹妹 接着姐姐给你打八折 咱这事不聊了 第二天 啪一撩帘子又来了 姐姐 您能过来一下吗 我一做就说妹妹 什么事啊 巴拉巴拉巴拉 我说妹妹 打七折 你随时来吃 第三天也来了 第四天也来了 到第三十天跟我说 姐姐 姐姐刚一叫出来 眼泪就掉下来了 说姐姐 您再不入我这会 我就被老板得开了 因为我一个会员 都没拉来 我在您这儿 吃了一个月的火锅了 我现在一分钱 积蓄都没有了 我当时就说妹妹 咱们都是外地人在北京 打工不容易 姐姐知道你多苦 住地下室呢吧 成 我就算交你一朋友 我当时送保险柜拿五万块钱 我给她 她当时拿这五万块钱 你妹妹眼泪哗哗的 这一给就是三年十五万 当然了这十五万不都归她 我是她的业绩 知道吗 我帮了她这么大的忙 这点我 没有我 我妹妹是做得太不像话 我听说过你 我妹妹跟你说过 你说一个好朋友 火锅老板娘 但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真不知道 我没想到她是这么跟你认识的 我觉得手段不太好 对你有点太不尊重 甚至我有点和你 作为为兄我想道歉好 不不不 你不用跟我道歉 没没没没 你听我说任何事情 都两方面有利有弊 还有一方面 当然了 我们俩成朋友了 成闺蜜了 无话不谈 但是 这事毕竟是我帮了她 我能这么帮你妹妹 你怎么就不能 帮帮我呢 再说又不白帮 其实 行 你们俩啊 就两个外界女人的 从相识到相知 就成为闺蜜 我 我真挺感动的 我觉得你跟我妹妹 你们俩可能会成为 长久的好朋友 但是呢 我觉得还各是各的 这您俩是你们俩 不能拿你们俩这种相识 构成是收获的理由 抱歉 各是各的 我还得再有充分的理由 对 那成 那我就给你 更充分的理由 我歇着共听你 我先上个厕所 有点不太礼貌了 不能憋一会儿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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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